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收看我的节目 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要聊的是Nike最近新出的这个叫做Joy Run 不对,叫做Nike Joy Ride Flyknit Run 当当,就是这双鞋 这双鞋,Nike是用了一个新的科技 就是这种,看后跟可能可以看得清楚 像小颗粒一样,小沙粒一样的缓震系统 那Nike的说法是,它这些小沙粒会根据你脚的作用的力 根据你每个人不同,然后它会流 像沙子一样往各个方向流 根据你这个施力的点 从而给你提供一个Customize 就是自定义,自助化,最适合你的这么一个简阵 然后Nike说这个鞋的特点呢,是Soft Ride 就是每一步的那个感觉非常的柔软 从我这两天逛街跑步的测试情况来看呢 确实它的这个,可以称得上是Soft Ride 每一步都非常的柔软 这双鞋我刚拿出,从盒子里拿出来上脚的时候 我就感觉得到这个鞋啊,它跟别的那颗鞋不一样 别的那颗鞋脚进去会感觉鞋垫,鞋底比较平 这个鞋就会感觉到像,不知道有的小伙伴 去没去药店或者有的地方卖鞋垫 买过那种Gio的那种鞋垫 然后那种Gio的鞋垫你脚踩上去以后 你会感觉到有几个骨包 那骨包里边就是填充的那种缓震胶 这个鞋脚感也是一样 脚踩进去以后你会觉得不是特平 有几个非常明显的骨包凸起的感觉 那可能那个感觉,这几个点呢 就是放在耐克的这种小沙粒的减震的系统 然后你摁这个系统,如果手进去摁的话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里边有那个沙子啊 就是那种小颗粒的啊,那种感觉 昨天我其实去逛街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鞋,就是我都可以 怎么说就不给大家评测了 因为我觉得不是特值 它这个鞋,虽然你可能感觉上脚很软 但是你走时间稍微长一点以后 你就会感觉到它被踩到底了 或者你就说它那层软的你已经踩完了 它已经没有什么弹性了 你能感觉到它底儿比较硬的那个部分了 而且我不是特喜欢它这鞋面 它鞋面特别的厚,而且特别的我觉得紧啊 然后就是其实给脚活动的空间不是特别大 另外呢,有一个小tips 就是如果小伙伴真的对这双鞋感兴趣 想入手的话,你可以考虑稍微买大半码 或者我建议你去店里边试穿一下 看看你觉得这个鞋紧不紧 我个人觉得呢,可以穿但是稍微有点紧 我可能会想要再大半码去试一下比较一下 那今天早晨是NYR Manhattan 7 miles这个比赛 我作为一个跑得还不错的,成绩还正在逐步提高的那个runner 我对于这么一个比赛,尽管我今天目标就是easy run 但是我没有穿turbo,没有穿next percent,没有穿four percent 没有穿任何一双,我觉得很舒适,很适合去跑比赛的鞋 而是穿了它 所以小伙伴们,我个人为了给你们带来第一手的这个跑鞋的资讯 我还是很拼的 开跑以后,大概跑了一麦多两麦的时候 我对这个鞋的印象其实有所改观 我想,等一下,好像跟我昨天穿的感觉不太一样 它这个鞋确实也比较软,确实脚也比较厚,感觉也比较沉 但是跑起来其实还蛮舒服的 尤其是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是用一个我自己完全能handle的了 对于我自己比较慢,比较舒服的一个pace去跑的话 这双鞋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就算你是一个跑的比较多,正在进阶的marathon runner或者跑者 你可以选择它作为你跑recovery run或者跑你的easy run的这么一双鞋 但是我今天跑步我也发现了几个缺点 一个是就是它这个鞋面,就像我刚才说的,非常厚,非常五角 加上今天又非常热,跑完了以后 整个这双鞋就完全就湿掉了,就被汗水浸透了 所以你看我现在一直把这双鞋拿在手里把玩也是挺恶心的 然后再一点就是因为我刚才讲说它这缓震,这个小沙包摸上去可以摸到颗粒的质感 它在你出汗比较多,或者你可能跑的时间比较久了以后 会莫名其妙的变得特别的滑 就是你踩地你会觉得有个东西在滑一下,你的脚在里边在滑 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非常非常令你自己感到不安不稳定的那么一个感觉 另外我觉得最最最最大,这双鞋最大的槽就是这双鞋竟然卖180刀 我觉得不可理喻,加上在纽约如果加上税的话 到手下来就要195,我觉得你有这个钱买点什么鞋不好,对吧 你买turbo,二代完全没问题,你买一代,一代现在甚至还有打折,打到140,打到125 完全就可以入手这个turbo这个系列,然后你也可以买react系列,react系列大概150 比这个鞋也便宜很多,然后现在有些颜色也在打折,打到可能一百零级这么一个价位 我觉得这些,刚才我提到turbo react都比这双鞋更适合跑步 那这双鞋可能更适合我觉得像我女朋友那样的,她平时也不怎么运动 她运动也是去健身房上操课,去跑步机上象征性的走一走,然后稍微举一举铁 就这种健身爱好者,而不是严肃的runner,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们 或者适合那些平时愿意穿的比较casual,比较运动风,或者比较混搭 我觉得,不好意思啊,我这个siri不知道为什么启动了 我觉得就是这双鞋比较适合不是严肃跑者的人,可能或者平时大家喜欢穿运动鞋逛街啊,通勤啊 可能还比较合适,但话又说回来,通勤逛街你会买双180的鞋去逛,去走吗 对吧,她又不是这个easy,她又没有任何的联名 她可能很多人觉得挺好看,对,确实今天比赛中有好几个人跟我表说 哎,这是新的鞋吧,穿的怎么样啊,你可能刚拿着鞋,你可能还没来及穿 你可能今天第一次穿,但是我想跟你说,你这鞋真的长得很好看,真的很漂亮 就是说,确实可能有小伙伴觉得很漂亮,但是还是话说回来,180块钱,195块钱,你觉得它值吗 对吧,再加一点钱,潮的鞋现在可能可以买到某些颜色的easy 350 或者你可以买到,还有什么鞋,就是Nike Element 87啊,就这种可能更潮,更时尚 然后也是耐克或阿迪主推的这种比较fashion的这种款式运动生活的这种感觉的鞋 而这双鞋可能更偏重运动一点,所以就是总的来说,综上所述,总结一下今天的中心思想 就是这双鞋其实还脚感不错,各方面也可以胜任到一个跑鞋的这么一个职责,一个工作 但是180,我觉得有点离谱,我觉得这双鞋原价的话,对我来说,120,130可能是一个合理的价位 不知道Nike这次定价出于什么考量,是出于成本的原因,还是出于什么,我也就不太清楚了 好了,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这双鞋你会买吗,你喜欢吗 你有没有兴趣呢,你如果小伙伴已经到手了的话,你对这双鞋有什么感受 欢迎大家在底下评论区留言给我 好了,那今天就这样,正在收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们,你今天跑步了吗